現在香港有一件事很缺乏的 叫做 Common Sense 如果政府政策時常用一些迂迴折曲 指鹿為馬 透緩概念的方式來講 大家當然不明白 這是政府的責任 不可以說你不明白的啦 很複雜的 那就不說了 Hello 為什麼我不明白 第103集 103 我是John Billy 7月21日2014年 終於到了星期一 也都齊人了 終於齊人 現在隔一集不齊人了 其實我發覺你的出席率最大 Billy 你現在在什麼 算出席率 喂喂喂 算出席率之前 課金 不是有個忠實聽眾說 建議我們做市場 蛤 他說一做市場他就會課金 是嗎 先看看課多少 我跟他講話 每個月要給我10元 不是要做貴族金主 哈哈 不知道為什麼 我想更正 我上個星期說 是看遠 銀溪 然後變成看遠 不是看藝 更正完畢 你說清楚 你上個星期說是銀溪 之後改了名字 就是看藝 其實應該是看遠 應該是看遠 就是看藝是另一個學校 是的 那有什麼分別 那兩間學校 他上個星期說得好像一間學校 叫做香港體育學院 簡稱體藝 體藝 體藝 其實是一間中學 哦 他主要是教藝術 藝術和體育 即不是一般的中學 不是一般的文化中學 好 那更正完畢了 是的 那麼 今個星期 然後 我們又討論一下出席率 嗯 即是 我一定比以前你國寶做的議員高 我的出席率 那你又沒有拿他的同力去比 是的 哪有得比 那他這麼多人工 我們沒有人工 不是 那時候他十幾萬一個月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人工 還要自己付錢 立法會議員是十幾萬一個月 沒有十幾萬 你當 不知道 好像是加薪 加薪 加薪 我覺得很搞笑 他們自己批自己加薪 真的很好笑 是的 應該不會有人反對 如果我做員工 我自己 後來批自己加薪 我一定不會反對 所以公務員加薪的議案 他一定不會通過 因為跟他有事 是的 又不是 啊 又不見他拉布拉這件事 唉 說起拉布就頂了 喂 那怎麼辦呢 我們最近 我打算今個星期輕輕鬆鬆 又沒有什麼話說 是的 那 但是聽眾是不是很想聽我們說些沉重的東西 想聽阿John說粗口 上個星期 第一句 一句 你有共識嗎 上個星期 我有一點點故意克制 是的 但也克制不住 我不習慣了 突然忘記了 我覺得挺好聽 有四個星期 有四個星期 有五個星期 上個星期其實可以在中學播 我還會剪掉那兩個字 我把他嘴巴了 一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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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已經不可以在中學播了 你幹什麼 Jerry 那 說一點點 我們有些中學生聽眾的 誰 我可以開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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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開始 是嗎 其實 我看回有些其他東西 先說一下 首先就是這個 門上開就落閘了 門上關了 一個 以後我們的社會活動 就在籠裡面了 不 因為他是說 就算我加圍欄 你都可以進去 你申請了 去批你 你都可以進去 其實 我不知道他封了哪裡 上面那個公園 是不是也封了 不是 公園沒有 他封了公民廣場 哦 即是沒得集會 還有一個立法院的前地 他也封了 是呀 那些社會活動 那些社會活動 應該也封了 這是一個很荒謬的一件事 如果你說 因為最近 不行了 反對意見太多 一會兒你們又要衝進來 等等 首先我覺得 你們本身已經無視了 警察的作用 嗯 對警察沒有信心 是啊 因為 你把這種態度 再推展下去 就是 買刀實名制 就是 源自這種思想 嗯 為什麼 因為我不想你衝我 所以我就加圍欄 我不想有人在街上斬人 那我就限制你買刀 宵禁啦 什麼都可以的 你可以有很多事情做 但是你就選擇了這個 非常之欲酸的那個 宵禁我們錄言針 可能被人抓了出去 是啊 我覺得 加圍欄有些本末倒置 嗯 就是 你反對聲音 你就不聽啦 嗯 你應該說 你沒有 你沒有正視過 反對聲音的訴求是什麼 你就直接 索性 是當不聽不到 加圍欄其實是 都 表了態 是啊 政府表了態 其實要你吵什麼 你吵我就下閘了 是啊 我覺得這個本末倒置 而且這個行為 你會將整個示威的活動 推向一個更加之惡劣的層次 因為 其實 就算一開始你問我 如果真的佔領中環的話 我覺得危險 是啊 是啊 其實如果你說真的要搞佔領中環 其實我覺得最安全的地方 是佔哪裏 就是佔立法會 是啊 就是佔立法會 那如果現在 立法會我佔不了 因為你圍住了 那真的唯有港交所 可能你迫他們要出去馬路 是啊 這樣吧 因為我可以選 匯豐 因為變了 那時候佔領 佔領華爾街 佔領華爾街 那會佔姐打花園嗎 不要玩啊 佔姐打花園 不如佔維園 喂 都可以 但是你說 你說真的 原本是有一個地方 你都叫做 可以在這個 控制範圍以內的 嗯 現在你都沒有了 嗯 那你那個民意 你沒得宣洩的時候 我唯有 向民間去宣洩啦 嗯 就是我覺得 你一定 你會這樣推向那件事 這樣走下去 那另外 所以有人發起流動佔中 欸 是啊 流動佔中 那天上網也看到 他就說 其實他是支援這個佔中系 是的 就是當這個 假如佔中 就是實行 落實了 當他佔這個 遮打花園 另外一批人 就是在周圍的 就是在中環各處 就說 類似塞爆過跪圓機 大隊禁機啊 或者是 坐馬路啊 集體過馬路啊 集體過馬路啊 警察來圍的時候 閃啊 是 他們又來過啊 其實他們的概念就是 不要坐著等台 嗯 等台其實就有這個 叫做被捕的危險 嗯 就是如果你 衡量過自己 沒有被捕的成本 其實你就 想到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流動佔中 是 那就免缺了被捕的危險 是 因為 他是一定抓你的 他一定抬你走 你是玩不了很久的 你佔中 是 還有是 以他們的做法 他們一定會事先張揚的 是 就是說我們明天就要 我們明天三點鐘 我們下個月 就去三點 中環見 他們又會這樣 所以你 這個是流動佔中 是一個好的方法來的 是 那麼 有一個人 他提出了一個問題 我一會兒看看你們有什麼 你們有什麼 感想 他說 那個人就說 如果任得你選特首 跟獨立有什麼分別 任得我選特首跟獨立有什麼分別 這句話很難回答他 我們選特首跟獨立有什麼分別 因為 因為 我現在 這個問題 不會太簡單呢 我不會選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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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得我選特首 那你不如說 我任得我搭車 跟獨立有什麼分別 一樣 就等於你選特首 你選特首 你選特首 那這個 比較容易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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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應該這樣理解這個問題 任得你選特首 因為現在他們 那些共匪的說法就是 我當然不能讓你們隨意去提名 哦 即是他覺得 我們就會選了 萬一選了一些 鼓吹獨立 或者不愛國愛黨 這個是其中一個憂慮 如果我任得你選 即是 共產黨沒有主權 那如果共產黨在香港沒有主權 那跟香港獨立有什麼分別 啊 其實他言下之意就是 若果 這個普選 是 中共 控制不了 就等於 獨立 是啊 是啊 其實有很多事情 中共也控制不了 啊 但是 二之同時 其實很多事情 都是中共在控制 嘛 其實反過來 如果什麼 都是中央控制到的 那這個不應該叫普選 所以他就只能夠給你一人一票 在中國的民主 中國式的民主 就是叫做一人一票 所以他這樣的說法 就太過片面了 嗯 我覺得邏輯很奇怪 其實 有些人所說的 邏輯是兩邊都對的 兩邊都成立的 是 那時候這件事其實不值得討論 其實是不能討論的 這個也是一個挑戰你常識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很厲害 你會見到 美國都是這樣選州長而已 美國分裂了 可能奔直反對亞洲 法律跟另一個州不同 是否等於兩個國家 那又不是 不是 那 這個問題我真心交了一萬 我這麼久 我真心交了一萬 那你拋出來給我們討論一下大家 那我就覺得這樣 如果你真的喝我選 你真的喝我選 那其實 你是很徹底地體現了 一國兩制這件事 是不是 一個國家兩個制度 那我的制度 我就是可以自由地去選特首 就是喝夠 喝我選 選特首 那好吧 那如果你說 反而呢 如果你跟我說 我香港我要獨立 那你只是說獨立這兩個字 其實已經是違反了一國兩制 你是要推翻一國兩制這件事 你才可以說獨立 哦是 是不是 現在就變成了兩國 如果真是獨立的話 如果真是獨立的話 你就必須要推翻一國兩制 但是其實 在我們來說一國兩制 現時為止 我相信 應該要推翻 不是 是的 是應該要推翻的 但是 其實已經被推翻了 已經一國一制了 現在 是啊 已經推翻了 但是 我們現在 我們縱觀 在這個社會裏面 所有的意見 是沒有人會 會抗拒一國兩制的 其實 不是的 我也抗拒的 那當然要有抗拒的 但是我們平時 我們看那些 一些大人 就算你問陳方安生 就算你問李柱銘 他都覺得一國兩制沒問題 是嗎 因為當初他們有份 他們有份 草擬 搞這件事 是不是 他們不會這樣打自己的嘴巴 OK 我就當我目前 我依然接受一國兩制 嗯 那好吧 如果你說 但是 現在 是他們將基本法那件事 那個龍門搬來搬去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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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法是共產黨 隨意可以 解釋 解釋 解釋的一件事 那如果我要用公民提名的時候 我 我現在 我 基本上 我又欺負又欺負 要 我和你搞那麼多 說那麼多公民提名 其實 我還是要得你同意 是啊 如果他有一個 有提名委員 那為什麼我們要經理同意 就是因為我們信一國兩制這件事 嗯 如果不是我們 以前是 是啊 以前是 我相信現在其實 主流的意見 都會覺得是這樣 OK 但是 你們又在摧毀一國兩制 嗯 因為基本法任你所說 是啊 你又摧毀一國兩制 那其實 我回到一會兒去看 好像是你在鼓吹我們獨立 就是你現在 共產黨做的所有事情 就是告訴我們香港人 你一旦是獨立 你一旦是聽我的話 你沒有中間選擇的 都是啊 是啊 現在的情況是這樣 我都很贊同你這樣說 逼我們歸邊 是啊 就是 通常呢 去到 會有人反 其實就是 忍無可因你才反 就是 生活安安定 你都不會 是啊 水壺轉的都是迫上梁山的 是 不會無緣無故上梁山去拆的 是 那你猜我 其實我們 我們都不想做這些事情 嗯 你猜我 我很想 剛才剛才吃飯講完 你猜我 你很想七天去遊行 是 又搞這個 搞那個藥 會絲辣辣 我剛才真的覺得 你說得很適合啊 John 取消了它 最好 最好取消了它 這樣不行 是不是 你說我六四 你要我放下這件事 不行 你共產黨倒台 我就當沒有這件事 就是 我們雖然覺得七天都是行禮而已 是 但最後我們都是走了出來 是 你猜不辛苦的 那 我想一些很概念上的事情 其實大家是 你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 啊 不如我們先講蔣麗雲 我先講蔣麗雲 我就會 我才會再講 我想講的那件事 那話說 蔣麗雲這兩天 就 大出風頭啊 是 鬼上身一樣 那話說 昨天 城市涼壇你們有沒有看 只是看了那個維園阿伯被人抬走那段 喂 我們見過那個維園阿伯 那次在吃東西的時候 是嗎 我就是那個維園阿伯 Billy認得我不認得 穿中國國旗的衣服 有一個矮矮矮矮的 那話說這個城市論壇 由昨天開始 要手伸 不是手伸 檢查你隨身物彈 兩種說法 等謝智峰罵你 我想這類型的萬用刀 我想很多人身上都會帶著的 循生蠔帶著的 是的 因為這些萬用刀是有一個實質用途 是的 露營用的 通常都 有時候你的刺指甲 開汽水 開割頭 是的 尤其是現在有把萬用刀 你說在一大堆人裡面 有一兩個人有 我覺得很合理 除非你搜到那支是燒烤叉 你燒烤叉就很不合理了 好像你那個附陣中 拿到燒烤叉 用來做那個橫額的 折病 這個是說不通的一件事 所以 其實 我這麼久以來 你有沒有去過城市論壇 沒有 沒有 你有沒有去過 沒有 沒有 我以前小時候住港島區 我這麼多年來都沒有試過 去一次參觀一下 真的沒有試過 可能我一向都覺得這些地方都不是我去的 那些阿伯去 是的 那些阿伯去的 維園阿伯 還有馬草麗去 哈哈哈哈 那 昨天 我已經忘記了這個人 我只看第二節 阿蔣麗雲 看第二節 我看到畫面 我看見他兩個嘴巴 其實我不是很聽得清楚他說什麼 他總是不讓人講話 還有說來說去也說不出自己想說的 但就算我聽不到你阿嬤 我只看到蔣麗雲的樣子 那種是... 鄙視你們的樣子 那種還要... 那種... 戳起眼睛 陰陰嘴在笑 什麼啊? 你想跟我爭辯嗎? 你憑什麼啊? 那種你憑什麼的態度 如果說吵架呢 蔣麗雲真的挺厲害的 如果他一嘴吵呢 他們都拆不了嘴 為什麼拆不了嘴? 因為他在亂說 就是吵架而已 因為他吵架不是講道理 就算我吵到最低的程度 吃屎吧你!我昨天才吃完 你不是啞了嗎? 我餐餐吃的 他跟你說 他亂說 因為他吵架而已 他自在是來吵架 這種人是最討厭的 即是跟... 愛港之星那些不是一樣嗎? 你看到他們沒話說 又是老母前老母後 畜生啊 說黃之鋒畜生啊 說這些人是漢奸走狗賣國賊 罵來罵去就是這些 然後人家又回他 你一句老母 他一句老母 唯有是這樣 沒有其他人說的 這樣回他就對的 是對的 因為不用討論 罵架 昨天蔣麗為的情況 就是跟他們一樣 但是我們在街頭就這樣跟他吵 城市論壇 我就是來跟你討論 你用這樣的態度 我怎樣跟你繼續討論 他就是想把所有討論的層次拉到最低 不論是由立法會去到城市論壇 全部都變成這些 是 他擺出的態度就是 你落我什麼河 打我一笨 是的 他的態度就是這樣 但是其實他昨天 他主要想爭論的是什麼呢 就是當黃之鋒說 李蔣麗雲都是經過公民提名 才有機會去參選立法會議員的 那麼這個女人呢 她就說 不是啊 我不是公民提名的 我是香港永久性居民提名的 你不是聽到你吐血了嗎 那之後所有人就去 就去連謝智峰也忍不住了 要插嘴 蔣麗雲你不要斟著這些字眼的問題 其實大家說的東西是一樣的 你斟著字眼的問題在那裡爭論是沒有意義的 但是他不管了 之後他就一屈一屈 話題一轉他就轉了 好像鄭宇石 因為同場的鄭宇石 好像鄭宇石這樣 用什麼 拿著本澳洲護照的 難道你又是公民嗎 剛剛因為你今天早上說 謝智峰很尷尬 我故意地聽這段 他真的很尷尬 他真的很尷尬 立刻沒有聲音 他本來是在勸交的 立刻不出聲 然後黃智峰又說 蘇錦良拿什麼護照啊 然後謝智峰說 不要說 不要說別人 不要說別人 你肌肉辣了他 不要尷尬 不要尷尬 昨天謝智峰的反應很壞 很難做啊 是啊 真的這樣被人 突然被獎勵說 不是啊 好像你也是啊 多麼尷尬呢 但其實 你就是 生氣啊 這些是 其實 我們這些就是笨 其實 我們這些就是笨 我們做了百多集節目 是吧 你打算 雖然粗口橫飛 我 我粗口橫飛 但其實我也是想跟大家講道理 但是很多時候你就會遇到這樣的人 立法會議員啊 還要 他不是那些 不知道哪裡彈出來 不知道哪塊石頭爆出來的人 是啊 掌陣了女兒啊 大家族的後代來的啊 你都是這樣的啊 那些人就立刻有人 有人 熱啊 回帶啦 說當初 當日他參選的時候 黃毓民問他 因為那天 立法會選舉那次呢 最熱烘烘的話題都是國民教育 是啊 那黃毓民就問蔣麗雲 你知不知道 五國旗 那幾顆星代表什麼 就是 他這一種人就是 他第一句回應就是 我知道 我知道你想說那顆大聲代表共產黨啊 我知道你想說什麼 黃毓民就說他 他是代表共產黨啊 有什麼問題啊 這些人就是這樣 他就算背著共產黨 在背後 當共產黨出事的時候 他這些人是第一個走先的人 嗯 因為他都知道嘛 我告訴別人 那顆大聲是共產黨 那些人一定會聽我的 所以他就這樣大頭盔 結果那四顆星是什麼 他根本從頭到尾都不知道 我都不記得了 因為我沒有興趣你 公農兵商 他說公農兵商 他說公農兵商 他說其實不是啦 但我沒有興趣知道 我說知道他死 我恨不得他明天就接了 那你說 他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他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但其實我相信 經過了昨天的這件事之後 我相信稍微有看過新聞的人 我相信他們會明白 蔣麗雲 是有多討厭 但我覺得沒用 到最後下屆立法會選 他也是票口 他也是票口 你想想一下 蔣麗雲 郭佩帆 鍾樹根 鍾樹根 鍾樹根很敏的 我記得 有點敏的 下屆不敏的 下屆不敏的 有多幾萬新移民 就是了 有我爸爸投票 至少有一票鐵票 至少有一票鐵票 但蔣麗雲 最後他講的一件事 是重點來的 但沒什麼媒體會報導他那句話 你獨家報導 我們 為何我不明白 為何我不是獨家評論 因為 因為 他說了這句 搬這句出來 你 你真的沒得搏 他不是亂說的 他就說 普選特首 普選特首的這件事 香港的政制如何發展這件事 是共產黨才能背得起的 是中央才能背得起的 你黃之鋒背得起嗎 你鄭宇錫背得起嗎 我聽說 最後就完結了 是最後的round up 我都看著螢幕 揹不揹得起 其實不是中央揹得起 因為這是香港人的事 其實不是黃之鋒一個什麼 不是鄭宇錫一個什麼 不是鄭宇錫一個什麼 是所有香港人一起的 對呀 但是 但是你沒得搏 不是這個問題 但是你回頭看 那些什麼所謂的三鬼方案 我們可以左右到嗎 是不是 雖然這是一個 雖然這是一個 大家投票推舉出來的 經過投票推舉出來的這個三鬼方案 但是其實 這個三鬼方案 是最好的方案嗎 一定不是的 一定不是的 還要是 到頭來 決定 這個三鬼方案 是不是這個三鬼方案的人 是什麼人 屢次出賣你的人 那 我們作為市民 我們能夠把這件事交託給誰 其實都是這幫立合會議員 其實我沒有你想得這麼悲觀的 其實所有我覺得 執政的人 或者市民也好 你都要記住一件事 一個政府有沒有權力 或者一個特首有沒有權力 不是來自他自己有沒有權力 是來自你們的 就是來自我們的權力 政府如果他不得到我們的支持 其實他什麼都沒有 他一個特首要得到人民的支持 他才有做一個特首的權力 如果一個特首是沒有的 你看到其實梁振英 你現在都是一個好像被人架空的 就是一些什麼大事的時候 他就走了去 但是剛才你所說的那個 就是建基於人民 這個是正常的民主體制的地方 這個是常識 我覺得我們應該 就算現在香港沒有 或者大陸沒有 但是我們都一定要記住這一點 我們以為這樣的私懷 是的 因為我們不能經常 你看到很多電視節目 或者新聞 都矮化了我們人民的訴求 或者人民抗爭的權力 就是權力 人民的力量 它經常都矮化了 但是你一定要記住 其實這個社會 一個國家可以沒有原首 但是一個國家不可以沒有人民 嗯 這個不是我講的 這個是楊威你講的 楊威你不知道是誰 銀河英雄傳說 拍動片 是 但是我就是這樣想 你現在社會分化到這個地步 就好像我們剛才所說的 你要是 你就聽共產黨話事 要是你就搞獨立 但是你沒有本事 暫時沒有 我相信短期內都不會有 哈哈哈哈 你是沒有這樣的本事 其實 是心態 這是一個事實 有什麼心態 但是我們有這個意志的人 就不可以忘記我們 可能很艱難 但是我們不可以被他磨滅我們的意志 他就最想 你就 哦 意志消沉 安守本分 安守本分 頂不住那些人移民走 他就最想 但是我們就不可以做這些事情 我們一定要繼續 我們自己覺得對的事情 就我們繼續做下去 是 但是你最慘的是 你是沒有辦法 跟像蔣麗雲這些人 站在同一個層次討論事情 因為他會覺得 你未夠清 你未夠清的人 第一 你沒有資格跟我討論 是啊 還有他有說過 為什麼不請立法會議員 他覺得鄭與石未夠班 是 黃之鋒不夠清 是啊 包括我們也是 是啊 一般的市民都不夠跟他談 因為你不是立法會議員 那你說什麼 我真的要 其實是對的 他是什麼人 大家該秀 大小姐 那就是大小姐脾氣 這些就是 講身份 是啊 階級觀念很重 就算他不是立法會議員 你身家有多少 你們跟我聊天 你沒事啊 其實他也是 背棄了共產黨 他是資產階級的 哈哈哈哈 批他 應該 當然批他 真的 上虧 上虧 虧他老尾 那 呃 呃 我就覺得這樣 即是你說 呃 他就 他今天呢 他都還在Facebook那裡 發了一篇文章 他說 陳日君那天都說 黃之鋒 什麼 沒得投竅啊 你未夠清啊 這樣 那人家是欺言而已 是啊 還有他又有一個外國的導演 就拍了一套紀錄片 我未夠清 就叫做未夠清 黃之鋒是其中一個主角 那就說 所以 他就說 所以我說黃之鋒未夠清 不是我說的 那我也知道不是你說的 因為這個都是一個事實 未夠清的事實 是 但是 但是我們上集也有說 嗯 那些老是窟就最喜歡 跟那些年輕人說 是 還有是 我 我 可能很多人都忘記了那件事 就是說 其實 好像說回當初 草耳基本法的那個階段 那段時候 我們都是小孩而已 我們都未夠清 我們都未夠清 但是 就是我們 那時候我們覺得 就是因為我們未夠清 這些事不關我們事 我們現在很後悔 嗯 他們都經常說 喂 當初 草耳基本法的時候 你們不反對 嗯 啊 那時候說一國兩制 那時候 你們不反對 你現在才來吵 我現在當然吵 就是因為當初我沒有參與 嗯 就是當初我少不更事 是啊 當初未夠清 是啊 當初未夠清 我們不懂事 我們無知 到了這個年代 對 有一幫年輕人出來 他們明白 他們願意花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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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好像蔣麗雲 那些沒有常識的人 去討論 嗯 那時候 我們應該支持 咯 咯 咯 我們上個禮拜講的 那件事 這個時代一定會進步 但是這個進步 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年輕人的 嗯 不是為了像蔣麗雲 那些老屁股 他們就阻礙這個時代進步 是啊 他們就是因為怕被時代淘汰 就要阻礙這個時代進步 所以 唉 唉 我也覺得這個 為何蔣麗雲還有 今天他是有型 今天 不過昨天 他講了公民和永久性居民 嗯 其實 你覺得不同嗎 當然不同 永久性居民 你真的是永久性居民 所以其實蔣麗雲還沒有錯過 公民是有公民的權利的嘛 以前的雅典都是分開 你是否公民的 你如果要投票 你真的要公民才可以投票 平時的人就不能投票 其實只不過寫《基本法》上面的字眼 是分開永久性居民和居民 是居民的身份而已 是啊 不過 他 他 他 鄭智峰問他 香港有沒有公民 其實香港是沒有公民的 嗯 以他的說法 不過他繞來繞去都自己都說不到 他又不可以否認沒有公民 哈哈哈 也是 是啊 香港只有永久性居民 即住滿七年 是啊 不過 可能遲些永久性居民 連永久性都沒有了 我可以很肯定是接下來的數字會飆升 居住香港的中國居民 不是中國公民 因為永久性居民 這個定義是 涵渠了很多福利 以及你的權利 但是如果你看到現在 一下來就已經有得中緩 遲些可能可以申請政府公開 所有的事情 永久性居民這件事 就已經是 永明存失望 沒有啦 已經要模糊了 不如我有時候想 不如索性連永久性居民也拆掉 一下來就拿福利 沒所謂 我們全部都變成中國公民 哈哈哈哈 中國公民 中國大陸真的有公民 是啊 中國大陸真的有公民 反而香港沒有 其實我們是 在中國來說 我們真的像一等 是的 殖民地 我們以前也是殖民地 現在也是殖民地 沒有變過 真的慘 但如果我引用 謝智峰的說法 就是說 喂 你說公民也好 永久性居民也好 我們的常識 我們就知道 我們在說同一件事 這件事當然知道 不過我們剛剛 心著著 永久性居民 和公民的身份不同 嘩 如果蔣麗榮有聽這一集 那他就無敵了 我想他不會這樣 我想就算是有聽 他也不會這樣說 因為他自在炒爛 他也沒有解釋公民這兩個字 他也沒有想著 他也沒有想著什麼 我想他也不敢說 香港公民 那你是不是承認 我們這裡不是中國人 那倒是 他也不敢說 可能他也不敢說這件事 所以他否定公民這兩個字 他強調是永久性居民 但是謝智峰叫他解釋公民的時候 他又不敢說 是 所以就在那邊鬥圈 嘩 蔣麗榮終於有破綻了 哈哈哈哈 真是大件事 那 今天蔣麗榮搶了長毛的雀龍 那話說 長毛就在這個發言的時候 他有個道具 有個雀龍 有個雀龍 在桌上 這個蔣麗榮真的有型 我覺得 就這樣走過去 因為其實他走到長毛的位置 都要繞一個框的 因為他坐在長毛的後面 後兩排的 他特意走過來這裡 繞去長毛的前面 拿走他的尿龍 你看到張長毛是呆了 嘔了嘴 嘔了嘴 我看了一條片 長毛就馬上 我第一次看到長毛 是這麼驚慌失措的樣子 那又不是第一次的 上次他想走過去 不是他想上去扔曾俊華 那次也是的 摔手 不是沒有人攔他 那次 他都疾了疾了 為何沒有人來 拉著我 這樣 這個是第一件好看的 其次就是 譚耀宗很厲害 譚耀宗就是剛才那個會議的主席 他一句就說 因為你的龍擋住了蔣麗榮的視線 咦 我真的有理由懷疑 你們兩個是合起來的 合起來求著長毛的尿龍 那蔣麗榮要看著長毛的樣子 要跟他打眼色嗎 問題是 你怎樣打到眼色 可以告訴譚耀宗知道 尿龍擋住我的視線 大家是黨友 這樣就有默契 有默契 即是 嗯 明白 長毛你那個尿龍擋住蔣麗榮的視線 但其實 你拿了他的帳 對他沒什麼意思 對他沒什麼意思 也沒什麼意思 即是你又不會趕到他出去 呃 生病 我 對了 我覺得我這樣看 他是在做一個示範 其實又是 你扔東西嘛 我不用扔東西 我拿了你的 還有他把長毛的發言 或者論述 是模糊化了 是 把焦點變成了 他拿走的雀狼 是 已經沒有人去注視 他說的話 蔣麗榮是一個很稱職的爛頭族 是啊 是啊 真的做得不錯 作爛頭族來講 他真的表情 是啊 上一屆就有老鼠芬 嗯 他都很稱職的 他都很習慣性的 在立法會裡胡亂說的 嗯 但是這次 多幾隻難投出了 是啊 蔣麗榮真的厲害 蔣麗榮和痴羹 厲害 厲害 那 這個 我是覺得就是他們 他們 那種故意是來自 你們喜歡扔東西嘛 嗯 我現在我就要告訴你 我不妥給你們扔東西啊 嗯 我就用回同一個手法 當然他當然不會算是扔你了 嗯 你拿些什麼出來 我拿走 其實跟訴訟沒有分別的 蔣麗榮這個行為 是啊 還有他們這樣就可以令到 那個 立法會的形象越來越低落 嗯 是 你都會聽到 這些議員低能 現在你聽到很多 是啊 他不會只是說 都不是做事的 他都不會只是說 某幾個議員 是 是 整個議會一起說 是 這樣會令到他們的 公信力啊 所有的事情 下降 又得不到 民心啊 是 政府自己就很做事了 是 因為我始終都覺得 在共產黨來說 最後都是要取消這個立法會的 人大變成 是啊 都是他們說 對 那幫人說話事就可以了 還有政協 是 你看到2016年 立法會的比例都沒有變過 你就知道了 是 我們還要忍受這個 萬惡的功能組別 人家早就跟你說了 要多忍兩届 忍兩届 王碧雲 為什麼要忍兩届 其實 是 他 他就會說 去年你不說 說了 去年你跟我說 去年 是有說的 不過是你民主黨 進去中聯辦說 哈哈哈哈 浪費 是啊 這個立法會 我也記得我們曾經說過 如果你說 如果你要我選 現在你要我選 究竟我應該先普選特首 還是普選立法會 我可以毫不猶豫告訴你 我一定先普選立法會 打開基礎 是啊 一個公平的立法會 只要 差很遠 是啊 我豁知你誰做特首 是啊 其實 總之你那些爛鬼法案 總之有人同意的 就不通過 是啊 但是你沒辦法 你縱觀所有的泛民 所謂的泛民議員 嗯 沒有一個人發聲 沒有一個人提出 還有一些癡癡的 為什麼 林鄭月娥你的報告 沒有說 立法會 今屆立法會的 選舉問題 你瘋了 你們自己那時候 去年你們都說了 吵什麼 你們在這裡 這些人很白癡 所以也是 這個 又是 這個立法會選舉 接下來 都是 又是一次 黎章摔角 我也是覺得 16年 那麼 正協啦 剛剛說起 是啊 我剛剛還想問你會不會選 我選正協 不是啊 立法會議員 立法會議員 說傻吧 傻吧 不是啊 你有十匹的津貼請我做助理 不是 這些是很閒的 但是 不是很重要啊 這些 不是的 有時候這些事情 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我不會忍到的 說一句 原來《未救青》這部電影 送了票給蔡麗雲去看 蔡麗雲去看 蔡麗雲去看 不知道 不是 你浪費了 你跟這些人去說這些 他不是會繼續說 那你們是未救青的嗎 其實沒得說的 是啊 你沒得爭啊 你哪有得輸呢 他這樣去討論 因為正常人 是不會用這樣的態度 去討論事情的 是不是 他用這種方法去討論事情 那 你跟一個神經病 你不要那麼神經病 就不可以一樣 沒得說的 你真的沒有辦法 所以你不要說 我真的覺得 黃毓民真的很脾氣 你真的比賽是我吧 我相信我一定打人很久了 這些是講功力的 那是 他又打滾了那麼多年 可能早二十年 毓民都會過去打死他 當年做龍門陣 已經逐個打了 那 喂 自己是說正協的 繼續說 說正協 那我們都 這個陳小春這個 正協 那他就 你知不知道 網上有人寫他 什麼 就是寫他 原來做正協有什麼資格 就是要非禮個未成年少女 就可以有資格做正協 蛤 為什麼 因為陳小春 以前留的案子 留的案子 是非禮未成年少女的 哦 嗯 真的識識 那我又覺得這個是 認采儀 認采儀 美國人 原來 不是台灣妹來的嗎 不是 不是 ABC來的 不是 那我又覺得 你拿回別人這些 來講 好像有些 有些什麼 那他也拿 他也拿三百年前的 來講 他也拿媽媽來講 他也拿十幾年前的 來講 但是他已經受到應得的懲罰 有什麼懲罰 有什麼懲罰 做正協 就是懲罰 對 不是 陳雲說得對 做正協這些是落地獄的 這些就是懲罰 這個是另外一種聚來的 他做正協是 還沒佛 還沒拿 他講那個說話 我不知道 我依然覺得 因為其實 我接觸過他的 其實我接觸過他的 是朋友來的 不是 又沒有去到朋友 又沒有去到朋友 認識者曾經接觸過這個人 這樣 那 那 我 因為我 我覺得 他給我 幫他鬥 不是 我不是幫他鬥 我先分享一下 先聽他講完 先分享一下 聽他講完 看看有什麼破綻的 我不是想為他辯護 我純粹想說他的為人 其實他給我的感覺是 他是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因為我從來都覺得 你以前犯過什麼事 你已經受到應得的懲罰 的時候 我覺得就沒有什麼好 拿來攻擊 就算你說曾德成 以前你說什麼放炸彈 那些 你已經受到應得的懲罰 所以你看我從來 我不會拿這個 去罵曾德成 除了我說他的樣子智 其實 你也是說的事實 可以嗎 可以嗎 他那個人 在等著聽 實在意中聽 我知道他 他是一個很有義氣的人 嗯 因為我以我所知 他身邊的所有的朋友 都是他適於微視的朋友 嗯 他是沒有一些 譬如那些 明星 那些大明星朋友 其實他很好笑 這個我比較意外 因為其實他真的做了這麼多年 嗯 其實他都叫做二三線的演員 其實 是不是 他平時交往的都是一些 一些 他是適於微視的朋友 到今時今日 所以 其實他一直給我的印象 是 所以是挺好的 挺好的 因為你一個人是怎樣 其實你看他的朋友就知道 嗯 嗯 其實 嗯 我純粹是這樣 我純粹是這樣 當然 他這個微博 我第一次看到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微博的時候 第一 文化上非常之久不得八 嗯 非常之久不得八 這一段字 不像是一個正常人寫的字 什麼三百年 豁護我媽媽 你很不合理 你寫這番說話 其實那個標點符號上面 運用得很奇怪 三個鬥號 基本上是分開三句說話 第一句就是 我們家在香港 起碼三百年以上 國戶我媽媽 要搞破壞 這是一句說話 嗯 之後就是鬥號 請離開 三個鬥號 然後就是 開國戶 反暴力 武號 佔中 三個鬥號 反佔中 嚇得我 哈哈哈 嚇得我 嚇得我 你差點狐獵了他 其實我覺得第一句 為什麽你欠個鬥號 其實我覺得第一句 我會想其實他是不是想寫三十年 他應該不是想寫三百年 如果他寫三十年就合理 你發過微博 或者發過Facebook status 你都看一下 是 不是說發阿發的 是吧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其實他當然了 你說在這個時候 你去 什麼反暴力 什麼反佔中 我覺得 你作為一個政協 其實你這樣說 我剛才也覺得 沒什麼值得很意外 其實我也覺得對 我聽你剛才這樣說 我覺得更加對 是 因為他有義氣 是 政協就是有朋友 是嗎 是 你說他有義氣 那現在跟警察也有好人 有什麼分別呢 沒有分別 是吧 那你做政協也可以有義氣 出賣香港人也可以有義氣 OK的沒問題 就是義氣和出不出賣香港人 是兩回事 是 孝順和警察 算不算殺生 是兩回事 是 另外除了陳小春之外 你罵完了沒有 不要說我偏幫他了 我不是罵 我想說 一個人有義氣 和出不出賣香港人 是 這件事我很明白 是 其實我看到他這樣說 我也不開心 其實 我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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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不意外 但問題是 如果你說他 他當初為什麼要成為一個政協 其實是真的可以有很多的理由 很多的理由 很多的理由 去誘使他去接受政協這個職位 但是 你 其實你說你為錢也好 你為什麼也好 說真的 我無謂批評你 只要你喜歡 是不是 但是 你說不要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 你做得 其實你 我覺得 你做得正協 其實都是半推半袖的 我覺得 你做了一個半推半袖的政協 而 說這些言論 我相信你也是半推半袖的 我當你半推半袖 並不是出於真心 其實 某程度上是一個扯銜公仔 他是不是半推半袖 不知道 有很多人不是半推半袖 江保羅的一定不是半推半袖 你有信仰的一定不會是這樣 我看過一燭光打沉一雪人 你有點真心 成龍大哥 成龍大哥的真心 一定真心 除了陳小春之外 最近還有馬蹄佬 馬蹄佬 馬蹄佬也有嗎 馬蹄佬也有 他在Facebook寫的 之前他反東北的時候 不是反東北 龍美灘 保衛龍美灘的時候 他也出來有幫忙站台 我覺得這些 跟 可以不是廣東道的態度是一樣的 不是的 如果他說龍美灘 如果魚要佔領海灘 他可能會反對 其實就是這樣 有很多人 譬如你打開Facebook 很多人會很關心 一些比如動物權益的事情 我們有很多關心 有很多關心 因為其實有很多 即逢有些什麼殺貓殺狗的新聞 他們就會寫一段非常憤怒的文字 與此同時 他們也會覺得 唉 你們這些遊行 搞佔中這些不好啊 搞亂香港不好啊 這些 他們沒有把那兩件事聯繫在一起 你沒有一個真正反應民意的政府 你連民意都保障不到的時候 然後 你如何保護你心愛的貓狗呢 我覺得是這樣 有一個 南方都市報是否說 介紹香港的泳池有多好 叫一些大陸人下來 可以嘗試香港的泳池 然後出了一些新聞之後 隔了一兩天 就說哪個泳池發現有事 那個泳池發現有事 然後我一個朋友是做泳池的辦公室 然後他一向都是那些 不是怎麼關心民生政治的人 簡稱港豬 這些是統稱來的 我馬上傳這段有關的新聞給他看 然後我問他 我說情況是否這樣 是否真的有事 就是你問他在大陸的泳池 不是 不是 我問他 他在香港的泳池做 OK 我問他是不是真的多了很多大陸人 他說是的 真的多了 比他剛剛入職做的時候 是多了很多 然後我再問他 你覺得怎樣 他說 他說 都沒辦法 對你的屎是真的沒辦法的 他都說很討厭 很討厭大陸人 他不喜歡大陸人 但是他又說了一句 沒辦法 然後我進而再跟他說 其實這些有影響到你工作的事 其實都是政治的一部分 因為他之前有時候說 我個人很政治 他說我很激 他說我很激 然後討論一來一輪之後 到最後的結論 也是覺得 我個人很激 他沒有時間去關心政治 因為他要生嬰兒 又要犯嬰兒是誰臭 我也認識一些朋友 對於動物權益很熱衷 經常分享一些文章 然後說什麼人渣 這樣說得好 說粗口 但是當你問他的時候 你問他香港政治 你怎樣看 社會怎樣看 這些事情我不懂 是啊 一句不懂就無敵了 你這麼多次 我就借了一本亞人給你 你說什麼 第二期其中一段的故事 那個男生 對 那個男生 那個男生 不關心自己身邊的事 反而他關心亞人的生存問題 哦 這些人就很像 他身邊的女朋友又走了 書又不讀 但又很關心一些 亞人 亞人是那本書的術語 我推薦也挺好看的 我覺得那些人很像 你不會關心香港的民生事務 我不是說動物不應該關心 動物也應該關心 其中一項 但又不只是關心動物 是 但我覺得現在 就算那些人想去關心 都很難的 為什麼 因為 太深了 不是太深了 太多 其實 其實是太淺了 其實在我們來說 這些是常識 但可能在於那些人來說 蛤 為何你爭論這些 這些不是常識來的嗎 咦 難道這件事別有內情 那不要搞我了 哈哈 我怕會是這樣 為什麼永久居民和公民都要爭 我想現在那個爭論 之前提名委員會 爭論了一大難關 我想現在去到公民和香港 永久先居民就爭論了 是啊 層次越來越低 越來越容易 那些人想關心 咦 為什麼你們在爭論這些 原來這些還可以爭論 你們的題目這麼深 可能就不理會了 那麼 先休息一下 好 七點鐘九鐘 放空想飛墜太空 雙手很重 舊身痛 痛到夏都沒有用 仍望四圍每一角 落沉魅失中的記票 又要驚参謊 不動動 總相都不同 收起衫附近 見襯衫 同時擺兩彎 都不慣 好想歎 沉去變得燦爛 隨著歲月變更堅立 離萬瘡爽的感嘆 來吧 什麼都玩 什麼都選 不管只想玩 我想要不顧一切的錯覺 離開這不快不快的感覺 想清楚 請讓我 飛出去 去問世界各地 手上精品給我通通傻氣 都不理你 陪所有顧忌 我知道知道才你生氣 這一刻我只要 馬上就走去 玩回繼續遊戲 歌曲 鬥onteWhoa 终于可以等 无放空冲出这灵魂 飞英国 飞德国 飞去美加索浪 留下昨日那堆分 还能让深深的解放 期待明早可以不睡 至十二等 等等等等等等等 终于都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其实不是新 band 我第一次听他已经是在2008-2009年的事 是一次户外音乐节听过的 打鼓的我认识 他们对band叫做Buster 这首歌名叫做爱由尋味 英文叫做Travel吗 英文叫做中文名叫做爱由尋味 是Funky 但他的风格的手首歌好像不太好 多变 其实我也觉得是的 他这首歌的监制是Rubberband的阿韦 阿韦是什么手 Bass 是Bass 我只认识Rubberband 但我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人 我知道是黎帆 大家猜的 林海峰 还有6号是唱歌 阿靖 阿靖是弹吉他 阿靖不是Mr 我认识的 不要紧了 不要紧了 他那个爱由尋味的MV挺有趣的 他用一些很特别的镜头拍摄 挺有趣的 大家想问 如果我们有视像就可以播出来了 是没有的 不要搞了 我要继续很久了 你继续视像 要搞 视像要化妆 不要搞 不是可以不化妆 你又想得太多了 如果不化妆好像阿靖 你而已 最近社会有一件大事 什么大事 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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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啊 我们竟然忘记了 马行你不说 马行 又出事啊 马行 多次之秋 马行 是不是真的不幸运 还是 还是 追追来打 陰谋论又来 陰谋论又来 陰谋论 我不知道 我现在去到这些题目 我真的不懂 我其实也不太懂 这个马行事件 马行事件 因为他飞过去荷兰飞去金融邦 过程之道 附近乌克兰 就被不知道哪一方面 射了下来 那究竟是俄罗斯打他 还是乌克兰 奥巴马就是一口咬定 是亲俄武装分子 是 做的 那俄罗斯当然不认 俄罗斯就说乌克兰 对啦 指责乌克兰方面 然后有些视频 又看到亲俄那些武装分子 真的在那附近有视频 车过类似火箭炮的东西 车过 然后还拍到他少了一粒 那他就说 什么偷听到 乌克兰的特务 在电话里说的 其实我真的觉得 这些证据真的按摩得无论 你要多少 我真的随时录40条给你 其实大家互相质责 那我觉得 我想你去到十几十年后 都未必找到证据出来 然后死了百多个爱知病专家 有人又有阴谋论 都说 因为他们有新的疫苗 可以医治到爱知病 所以就射了他下来 为什么要没有爱知病呢 就是要执行New Age OK 这些都是阴谋论 最后都是New Age 所以这些都是听听 不过 我觉得大家都要关注一下 我无从入手 这些事情 你可以看到 如果真的不知道哪一方面的武装分子 或者是乌克兰政府做的 其实你看到他们 为什么发生了这件事 都是因为 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 你可以这么说 关于独立的问题 关于独立的问题 这些是什么问题呢 关于独立的问题 就是什么问题 独立就是政治的问题 当你不理政治的时候 当你说我不懂 我不理 你随时被独立下来 你什么都不知道 如果我们将来香港要搞独立 那么香港航空可能就会被人打下来 香港航空就现在都应该 不要再叫香港航空 如果到时香港独立 你还叫香港航空 你就会很政治不正确 你入股 你入股 你入股去公司 改名 当你成为一大股东的时候 你可以要求改名 改名 洗干净 我觉得 不要说不关你事 其实所有世界的事情 你都应该知道 其实你呼吸的空气都跟政治有关 因为我都会有一个猜测 为什么美国一口咬 还是俄罗斯呢 你跟我第一个听到的时候 我都觉得 为什么一定是一口咬 还是俄罗斯呢 因为俄罗斯和中国靠拢 不知道 不过荷兰的首相 现在已经向俄罗斯发出最后的通调 是什么呢 就是说交代事件 那澳洲的... 年底的G20高峰会 就不会被普京入境人 而且会杯葛俄罗斯 会杯葛俄罗斯 因为当中飞机里面有死者是澳洲人 对 还有百多个荷兰人 网民就发起呼吁 叫阿叻 带头攻打俄罗斯 可能是乌克兰做的 阿叻不要这么冲动 他连跪回家也不敢 还说去打 那也有大陆的网民 因为我们有一个香港人 就离懒了 也有大陆的网民 他是三星米芝联署斯 这个不是重点 我告诉你 这个背景 大陆网民就说 只不过死了一个英国狗 不知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成为臭水还是什么 很刺激他们的身份 他们只是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是评论得很好 什么 想做英国狗的人 就是骂他做英国狗 是呀 是呀 这个是陶结逻辑 原来是呀 你经常骂我们 汉奸走狗卖国贼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做汉奸走狗卖国贼的本钱 我觉得是这样 原来是葡萄的 是呀 是呀 那再说完 其实呢 TVB新闻有说 近年被导弹击落的飞机 就是民航机 有哪些 他没有说到 1954年的国太航空被解放军击落 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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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看到主场新闻 有一个新闻是说他的 但是他说错了 其实他不是被米格机击落的 他是被解放军的LA-11型战斗机 是螺旋掌机击落的 不是米格机 嗯 那他又错误了 他不停被人折砸了 哈哈哈哈 在那里 死了十个人 十几个人 十几个 十几个 看得到机场之道之后 就联同美军去到南中国海 就守舊了 嗯 去到最后 就是当时也有救到人吗 有啊 有啊 有救到人 哇 就是百行中的大行 是啊 好像都是不了了之 好像大陆有道歉 发声明道歉 也好像有赔偿 哦 但是实际的数字 先拆出来看看 不如算吧 赔偿呢 哦 他赔偿 向国泰赔偿了251400英镑 以及向英国赔偿了367000英镑 哦 在1954年内 大陆算得多了 应该 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 连米也是我们香港人带上去 给他们认识的 嗯 洗衣机 电视机 我们还要每人穿二十件衣服 然后随剩一件 嗯 嗯 哇 是啊 你说起来 是有这些事的 如果大家要数恩主心态 我们才是恩主 嗯 我们不计这些东西 我们不计这些东西 哎 就是这样 你不计 你不就是被他吃住 那要计啦 哈哈 又不是和文相隔 但是 又这么说 如果我计 我又可能没有质素 那这个位置很难拿捏 是啊 那看看你对什么人的 你对无乃的人 用无乃的态度 我也认同 如果有人用这个通途来说 我们用这个通途来说 是啊 好 一如这么说 喂 但是我又想知道 那当年这个国泰被大陆打下来 嗯 被共产党的飞机打下来之后 那他有没有交代过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说他是 他以为是台湾的敌机 是啊 他以为是台湾的军炸机 嗯 哦 是啊 那其实都造成 那时候 英美啊 都很紧张啊 这些关系 英美 英美 英美关系 很紧张 啊 为什么呢 英国你就知道 因为香港 对吧 美国你更加知道 因为世界警察 对吧 那你美国 你不是应该帮英国的吗 哪个受害者 对啊 对啊 跟英美和大陆 哦 英美和大陆的关系很紧张 是啊 那时候应该攻打的 是啊 要为民除开 流流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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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活有余果 哎 历史再笑 哈哈 哈哈 哎 哎 我刚才还说 香港有一件大事 根本就是微不足道 什么大事 什么大事 很大很紧要的事 这是显示 我们香港人 有文化的 唯一一个日子 哦 很紧要的 香港人这个星期就有文化 是啊 忽然文化 忽然文化 书展 书展 这个 香港的书展文化 真的很搞笑 那些人去买书 是要带我基业去的 是啊 好像买得多就有文化 呃 他们唯一的解释就是 有很多特价书 这个是真的 是啊 是 漫画节 也是 漫画节 有一个area 漫画全部是特价的 我想买一套龙珠 不知道能不能买 没有 漫画节 没有 因为他那些 我每年都有去的 漫画节 因为他那些 特价书 我和其他朋友一起去的 读痕朋友 哈哈 那一套 你每年看都差不多 是啊 全部都是仓底货 龙珠没有 是吧 被人买了 书展我都会连练去的 买一套新的那套 新的那套很多 60元本 但他好像只有30本到30本 他不是六七十期的嘛 60本本 他可能是三 41期而已 但他是不是依然过 书的背部位 哪一套神龙 也是一幅画 但跟本身不同 是另外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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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封面也重新画过 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狩猎一下那套 那是有钱先 有位先 是 书展 我记得我看电视新闻 他有一个很搞笑的 他又介绍了其中一个摊位 他就说 他想 他就这个 肯要在书展那里 成功突围 布置很重要 有一个摊位 就搜集了很多的纸筒 哦 就布置了那个摊位 就宣扬这个环保的理念 但是我心想 哇 废物利用啊 但是不知道过了这个书展之后 这些纸筒在哪里呢 哈哈 因为他就说 他们的主办单位 就是特意去搜集 这些纸筒来布置的 所以说 標榜環保什麼什麼 其實就說什麼千六隻熊貓的東西 根本就是一個不環保的 沒錯 他們說環保其實是因為熊貓用紙做的 宣言環保概念 其實在運送過程中產生很多危險 可能用貨櫃運過來 郵輪會排放污水或者消耗能亂 用飛機是一樣的 其實已經是跟他的理念相違 還有他的環保 他說是環保 但他是一個有階級觀念的環保 可能你開放給普通市民 可能是三幾天 但他已經找了很多不同的名人 社會的名流先去拍照 有很多 有很多 你跟你的環保概念不同 因為如果你真的宣揚環保 應該是全民都是環保 不只是上流社會的環保 我想問我的設計才是美人 我不懂 為什麼要用熊貓呢 這個問得好 熊貓呢 其實熊貓是因為世界自然基金會 都是用熊貓的 因為熊貓是 但他這次給我的感覺很不良好 除了環保之外 譬如當他拍了很多張照片 說在旺角的老闆 都爬在那裡 在茶餐廳 明哥那家茶餐廳 或者是在尖沙咀 其實那些畫面正正反映著香港 熊貓是什麼動物 黃蟲 黃蟲等於黃蟲 是強國人的國寶 基本上是代表中國人 先不要說黃蟲 我也奉勸你一句 不要看那麼多政治 哈哈哈哈 那個人沒有那麼政治宅 因為他來香港之前 都去過世界各地很多不同地方 我馬上想了兩個字 黃蟲 我馬上幫你檢查是誰做的 剛才Billy就說 他一來就找很多的明星 但是我這樣說 你要宣傳一件事 明星效應是其中一個方法 我這樣說 你說經過一些名人 通過一些名人 去將這個項目 去推廣給大家 其實這個千六個熊貓 其實你不需要用名人去推廣 因為你千六隻的子熊貓來到 其實已經是一個號召力 就是黃蟲 現在Snoopy也是在海運大廈擺展 其實你不需要自己 需要不需要就是很個人感覺的 我知道為什麼用紅蟲 因為原來受惠機構是世界自然基金會 哦... 那我需要收回我的想法嗎 不用啊 你說得很對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我看過一篇文章 他有參與這系列宣傳計劃的其中一個工作人員寫的 嗯... 他就說了很多 包括... 他也有說過 在運送過程中 是 甚至乎是... 當日的... 即... 他很不親民 因為... 那天他們排了那千六隻拍照的期間 那一定會有屠人圍觀的嘛 那也可能會有屠人上來去拍照 是會被人阻止的 那其實這件事很不親民 另外就是... 在那個過程裡面 他們都非常不環保 譬如他浪費了很多的瓶裝水 這個是那個工作人員... 親自說出來的 其實也不難理解的 浪費瓶裝水的... 因為他有很多工作人員他們要喝水嘛 因為天氣這麼熱 但是你不要浪費 那你很難的 你可能買了五十支 你很難不浪費 你買了五十支 可能有人喝一半 你不要來倒一支再喝 那這些當然是理解的 但是其實... 如果大家都覺得這個項目 是要宣仁地環保理念 其實那半支 你是不是應該帶回家裡喝完呢 那其實應該... 叫一些人自己帶水去 是啊... 也是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做個水機在那裡被人裝水 而他總結了整個項目 給他的感覺就是... 他真的是一個項目 不是... 其實... 他真的是一個項目 就當是一個項目 其實他中間是真的灌輸到來參觀的市民 灌輸到給他們的環保概念 灌輸到多少呢 我相信大部分人 他都純粹為了拍照 為了拍照和打卡 這個不是一個環保的項目 這個是商業的項目 不過用環保來做包裝 是啊... 是啊... 他可以領養的嘛 那千六隻熊貓 是啊... 就是... 需要錢嗎? 有啊... 你放得了一塊錢 你不是捐給他們 說明領養啊 是... 現在是保囊局啊 哈哈哈... 總之就是... 你始終這個項目 你給我們的感覺就是... 你又做不到效果 你又搞得好像... 你搞得很噁心 是啊... 對... 搞得很噁心 可以做得更好的明明 嗯... 因為其實... 如果你去花一些心機 就算我當你不找鄭伊健 我當你不找李嘉欣這樣說 我相信他們沒有收錢的 鄭伊健是李嘉欣 當然沒有收錢 然後你將這些心機 放在一個... 在你的過程裡面 宣傳過程裡面 你怎樣再把環保的意識 放在這個項目的一些... 旁枝上 你要告訴別人 你知道我這1600隻熊貓 我怎麼運呢? 找1600個乘客 就沒有人捧一隻 拿過來 那這個人又沒有可能 起碼... 你可以花心思在這個地方 有其他辦法 是啊... 好過你找我自己看出來拍一張照 不是要你花心思去找一些明星 不是啊... 剛才我的方法不錯 有1600個乘客 那你找1600人 不是... 對的 如果你真的能做到 是好事 是啊... 是啊...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辦法 你還花點心力去找一些明星 然後封住 又不讓人看又不讓人拍照 我看到有警察拍照 拍一些熊貓 那警察就不一樣了 他們有特權的嘛 是階級來的 是啊... 他們有特權來的嘛 不好意思啊 警察也有媽媽的 哎呀... 警察也會考訊 警察也會考訊 警察也會愛心 這個真的要說 這個真的要說 上個星期 曾偉雄就說 梁芯 梁芯 他就說 你現在見不見到我帶 委任證 如果每一個警察都要帶委任證 我不用便衣警察啦 我就不用要CID啦 這樣 那... 就出現了另外一種爭拗了 有線新聞 就訪問了一個退休的警察 另外就訪問了一個律師 那他就... 其實大家有興趣 就回到有線網頁看看吧 但其實我們在說的那件事情 你又被曾偉雄轉移了視線 其實就是說 我當然不是要你24小時 濫如張帕斯拉 傻仔 問題是 你要做事的時候 你就要帶了嘛 或者你最起碼 你抓賊的時候 你抓到那個賊 也要出示你的委任證 不是叫你夾著跑 就是你要出示你的委任證 我曾經被辯贓探員查過身份證 不奇怪 他們都是... 他們一走過來的時候 先生... 他是在戴的了 他才戴的 他當然不會在街口 已經戴剩一張帕斯 游街啦 他當你走過來 他覺得他要查身份證 他就拿一張帕斯出來 夾著先生 請問先生... 身份證 是的... 很合理 但是你就不可能說 先生... 身份證 然後... Yes Sir... 你是警察來的 你才拿一張帕斯出來 你就違規了 這個其實真的很容易理解 喂... 那你曾偉雄 你過日 你問我 我現在有沒有帶帕斯 我正在訪問你嘛 你不是在執行職務嘛 你一來不是在執行職務 其實他用了他自己的知名度 是啊 你又是濫用他的理論自由 是啊 你利用了自己的知名度 那梁振英 跟曾鈺成不認識 那個政務官 其實大家都是做官的 因為梁振英有知名度 所以他不用讓別人介紹 我們都知道他是誰 你根本就是兩個概念 但是你曾偉雄那天 你不是在執行職務嘛 你當然不用爛帕斯啦 我想他的意思就是 我沒有爛帕斯 你都知道我是警察 那就是有問題 那就是人治的社會 那就是他自己濫用自己的社會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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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嘗嘗你曾偉雄那天 你又嘗嘗你不想 趴下我... 來啦 馬上拍 馬上拍 是啊... 什麼事啊哥仔 白不認識他 什麼啊哥哥 我又那麼大聲 那麼大聲 小爆他 我... 你一件挺爽的事啊 我指望景... 算了 我們不要看到這些幻想 喂! 是 我們講開好一問 書展的很久 不要緊要啦 書展... 那是... 有沒有去呢 今年沒有 我去 我上年有的 我上年有去 我買白先用本書 我前年有去 啊不是 前年來的 白先用 白先用 我都買了大貝看 但還沒看 連封都還沒開 沒錯 兩本夾在一起 唉...文青啊 什麼啊 文青的書我們放在外面看 哈哈哈哈 是啊 真的啊 即是... 就好像那些道具組一樣 是啊 文青的書呢 除了放在家裡 還有放在背包裡 我這半 明明有個背包可以裝一本書 都不裝 我要拿著 我今天背著這本書 但還沒看過 只是什麼 我很多時候都喊 哈哈 我記得我看到 彭智銘的一個訪問 嗯 雅次文化堂堂子 是啊 他就說 唉... 你知不知道如果 我們在這個書展裡面 回不了本體 是一件很嚴重的一件事 他說 因為他會覺得就是 這個書展 他本身 在於書展來說 嗯 在參展 甚至乎是參展商 對他們來說 這一個... 其實... 並不是一個很大的宣傳項目 嗯 賣書是最重要的 嗯 因為他們如果... 那些書賣得不好 他們這幾天 是要虧很多的錢的 嗯 包括人力... 人工啦 因為他要額外請很多人來看檔啦 嗯 另外就是他們貪圍的租金 其實都不算很便宜啦 嗯 但是又這樣 我們... 多了一批... 新的客員 你們覺得 有沒有幫助啊 有沒有幫助啊 嗯 那當然有的 對於這個... 對於這個... 發行商來講 一定有些幫助 是 但是你們買繁體字書 有些褶卓 嘿 你以為他們不懂得看 繁體字書 他們是最想拿著繁體字書的 新品的象徵啊 扮香港人 當然啦 真的啊 唉 如果現在我回廣州拿著繁體字書 我不會違規呢 不會 他已經說餐廳的餐牌啊 電視台已經不可以作用繁體字了 他不可以用而已 他沒有禁嘛 有分別 這樣就直接... 拘捕你快線講 可能 如果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 你不拿一本書回去 你也會被人拘捕的啦 即是他要拘捕你 他用什麼都可以說 那就是 那... 香港人入場費多少錢啊 25 大陸人就... 10元 大陸人 訪港旅客 訪港旅客 訪港旅客就是10元 我想段古都不會想... 不會想著有丹麥的遊客 對啦 羅威啊 羅威啊 羅威遊客 對啦 不會有這些的 我覺得如果你那個 好像法蘭克福書戰那樣 真的可能會吸引到其他遊客 為什麼 因為法蘭克福書戰是很大的 每一個攤位都會用一個國家去分 即是德國 旁邊可能是台灣 不知道台灣有沒有參加 然後可能是日本、韓國 真正的文化交流 那你就可能吸引到不同地方的人 但是香港不是嘛 香港是怎麼劃分呢 這裡是田園書屋 那裡是大塊文化出版社 但是你又看到田園書屋賣的書 跟大塊文化賣的書差不多 因為田園書屋是在他的書屋裡拿出來 那大塊就有書去田園的 所以田園裡面就會有大塊文化出版社的書 即是出版社和法航都混在一起 對啦 應該是零售 零售和出版混在一起 那又真的變成了 有人說歧視香港人 你怎麼看呢 其實 他這個入場肺 歧視香港人 歧視香港人也不是一朝一夕 那... 我覺得不是歧視香港人 是無視香港人 是嗎 很可憐 他真的無視你 往年是多少錢的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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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也有的了 去年也是... 訪港旅客是便宜的 是嗎 不過實質的價錢我就不記得了 喔... 去年也是 其實... 如果... 就這樣看呢 就... 問題好像不太大 吸引... 去國遊客來看 是... 你一場來到... 是... 來這裡... 便宜一點點... 我都... OK啦 是... 一盡地址之宜 但是要知道 我們香港遊客的結構 是... 是... 這麼一面倒的 是... 那... 站在我們現在的政治氣氛來說 嗯... 你很難... 很難不讓我去想 尾共啊... 是尾共啊... 又拆大陸人鞋 是呀... 將香港人貶低啊 是... 只是... 優待大陸人啊 這個... 你不可以怪我們這樣想啊 本來是你說根本是構成的問題啊 要不就... 要不就... 減少自由行 嗯... 那我們就去他一點了 是... 是... 但又不是啊 呃... 現在香港人變得很敏感啊 是呀... 其實香港人很敏感啊 其實現在所有的事情呢 一去到... 關於... 呃... 中港問題 我也不覺得是中港問題 總之是有些... 少少對香港人不平等的時候呢 嗯... 你就很容易解僱到... 是關於這個... 中港矛盾 是... 是... 那... 那... 我這個有... 真的很難怪我們啊 我覺得有... 也不怪我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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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樣想是無法後非啊 是... 因為我們真的太過... 感覺不良好啊 整個社會是太過傾斜了在... 在... 那個... 就是... 自由行的那個... 方向上 是... 給予我們一個感覺就是... 你所有的政策啊 是... 甚至乎這些文化... 文化的... 活動 是... 你都是... 傾斜於向大陸引的 是... 那... 怎麽怪我們呢 因為你... 就是... 那樣東西嘛 呃... 你太過單一 嗯... 你現在你船香港的經濟 你單一到... 只是得回... 自由行的... 收益 是... 是... 你所有的東西你都只能夠向那一方向靠攏啦 嗯... 是... 你由... 你已經是由... 當初的零售業... 不是... 服務業... 零售業... 蔓延到公共的... 公共的... 的... 事務... 是... 泳池... 是... 書展... 是... 很嚴重啊 你接下來真的不知道會還有些什麽... 還有... 今天的蘋果日報都有說 就是旺角的一間... 街頭小食堂 哦... 是... 真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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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吧 總之都是差不多 賣牛雜的 賣牛雜的 香港人就賣... 50元一盒 50元一盒 大陸人就賣... 30元一盒 50元一盒 是大盒一點的 嗯... 但是... 我看她的照片又不是大得很多 是大一點的 是大一點的 多了一塊蘿蔔 但是香港人就想吃小盒 就... 沒有了 因為店主就說 大陸人是淺嘗的 所以就... 不用那麼大盒的 他不是說大陸人 油蝦 油蝦 純粹是嘗嘗味道的 唯為飽肚的 是的 那就小盒一點 叫做真美味 旺角花園街 往生世紀廣場的電梯下面 那我就呼籲香港人吧 就不要光顧了 是的 而且50元太貴了 50元真的太貴 50元一盒 50元比吃飯 50元吃牛雜 我們剛才吃的晚餐也是30元 40元 我覺得那裡很划算 雖然很多蝗蟲 但是... 一件事玩一件事 真的好吃 又看 但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是很不合理的 為什麼不合理 很不合理 你說賣牛雜 是的 這件事也是很不合理 那你說... 其實他沒有必要這樣做的 你說以一個賣牛雜的店鋪來講 老實說 在我沒有發生這件事之前 他這些我們都會歸類為 是地產霸權的受害者 是不是 為什麼他要賣50元一盒 更貴 是的 我們突然之間很左膠上身 那這個事實來的 很理性 大家都分得很清楚 我們不是惡意攻擊的 沒錯 但是 你為什麼 你去到 有大陸人來 就30元 有香港人來 就50元 那你現在是 曲線告訴我 我真的不是很想做你香港人生意的 你大陸人來買 但是 我也覺得這樣 既然30元一盒 你都賣得出的時候 即是說 其實30元一碗 你都會有賺的 是不是 那 你賣給我們香港人 又有什麼問題 不是的 其實他這樣賣法 其實 你給人的感覺 是給遊客的感覺 有好處 感覺上 一來是吸引外國遊客 我看到那些便宜的遊客 是30元 第二個就是 將香港人拼於門外 那我就是說 他這個行為愚蠢 愚蠢 還有 我也這麼說 你賣給香港50元 既然遊客 都只不過想試一下 你賣50元給他們 也沒問題 不如買一塊 5元一塊 我覺得這個小食店 其實是在社會的前線 可能是在旺角裡面 看到的人的最前線 即是好像 怎樣可以反映經濟 誰可以反映經濟好不好 的士老才能反映 是嗎 可能他真的覺得 香港人真的笑了很多 出旺角 是 這可能真的是事實 所以他才做這些 以我做一個指標就是 以我做一個指標就是 但他也愚蠢 如果香港人也是賣50元 其實你是不需要做這個動作的 大家都賣50元就可以了 其實他就是因為想有一個對比 你做了一個對比出來 你會得失了一邊 那你得不償失 那你做了一個對比出來 可能大陸人來到30元是便宜一點的 當然買了 因為便宜一點 都是宣傳手法的一種 有可能 可能 即是他也沒有心歧視我們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真的很左膠呢 那又沒有這樣放過 我又不知道他有沒有心歧視我們 但是可能 你有這樣想 我就不應該了 是啊 是 跌了什麼 啊 前面有他 是啊 是啊 補充一個資訊 就是今年的輸展 即直到昨晚應該說 輸展的入場人次是98萬人次 就破了往年的紀錄 我想問到什麼時候 今天報紙 即是說截至昨天 不是啊 我說輸展知道什麼時候 明天 星期二 其中11萬人次就是外地旅客 我相信有超過10萬的大陸人 那就是說 那就是說 佔入場人數 一成左右 純粹 分享而已 哇 98萬人真的很多 我認識了 百萬人 是啊 是啊 好多人 其實也是 你想想想 我們上年沒有去 今年也沒有去 其實以我們 以往去輸展的認知就是 其實是很多人 真的很多人 很冷逼的 是的 很冷逼的 欸 你想想再加上 現在加多一成大陸人下去 其實更加 喂 水舌不通 百上加根 我們去出王國 出尖沙座已經是人越來越多了 現在連去書展 想扮有文化都要扮 真的 真的 扮文化都要付出 唉 你也要逼一輪 你也要逼一輪 做文青都不容易 真的辛苦 所以 什麼理法廳都真的辛苦 哇 哈哈哈哈哈哈 做什麼事 什麼事 什麼事 說什麼 說什麼 什麼理法廳 蛤 你不知道有一隊 叫什麼理法廳 我知道 新青年理法廳 嘩 是 但是做什麼才可以 沒有 左交代表 說完了 唉 我敢說一句 偽文青 說完了 嘩 認同 認同 我們作為一個 有責任的節目 維護社會的道德 宣認正確的價值 OK 你也要說為什麼 為什麼 你自己上去 forum看吧 他已經有很多個post 我已經說了很多 說說那些時跡 就說最近 7.1 你記得嗎 7.1遊行 哦 我看到了 在終點位 即是遮打道 那裡 民陣放在一個台上 在上面演講和表演 他是其中一個單位 是的 其中一個單位 我走的時候就正正的見到他 是啊 嗯 即是上得這個台 表演得的 有社會風義 哈哈哈哈 即是大家心裡有數 你很迷茫 很迷茫嗎 我待會再抄一些 不是啊 那你站在這個台 很多人都站在這個台 是啊 那現在只要倒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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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腳我代表 不行 可以了 我待會會告訴你 大家有興趣想知道的 自己上去Google 搜尋 是 那 不過他多 妹妹仔 我相信 我說這番言論 是得罪了很多妹妹 是啊 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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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相信 多得個Mister 我不相信 不是 我只是那晚我看Buster 多少妹妹仔 一個打鼓真是帥 哈哈 The yours多不多 你去看 你咯 多faction人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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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你就一早就說 多帥哥多美女咯 多faction人 多faction人咯 有咯 我不敢說多咯 好啦 我們說最後一件事咯 那件事咯 那件事咯 對 其實如果那98萬人一起去簽名 那 只是這幾天已經破了這個 電源供求的紀錄 他放了幾個攤位在內置門口 對 殺了 買票在那裡簽名送票 哇 我去 哇 是啊 日日去 時事去 那 昨天正式開始舉行 這個叫做 反暴力 法保普選 反暴力 反暹虫 反暴力 反漸中 保和平 保普選 保和平和保普選 是用线粉紅色 很大一句字在那里 反暴力跟反漸中是很小的 他们在想这个口号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读法会有很大的问题 保普选会不会很难读呢?没有的 其实他就是要你乱 他就是要你乱 他就是包含了这么多东西 因为其实你看到的那张字 反暴力、反占中是细致 保和平、保普选才是他们的主题 用先分红色的 是比较大一点的 是挺聪明的 他有一句宣言 我反对暴力、反对占中 我支持香港和平、我支持香港普选 跟我们一样 没错 所以你都签了命 你签了命 我看不到街站的 我都会过去签 我问他我可以签到多少个 我签到一个我尽签 有四百多个街站 我签到四百多个 我星期日的下午途径元朗 你有没有签 我当然没有 搞错啊 反暴力 你知不知道 真的 他们这些人 你说他笨就笨不完 我当日我当然没有穿到蜜通匪类了 我穿完普通T恤 远处我看到他们 我已经看着他们 他应该不会过来 是 他真的没有过来 他真的没有过来 他当看不到我 因为他看到我 不断超过他们的站 他没有叫我 先生签过名 没有 签你老母啊 但是我很清楚听到他们说 就是说 哎 买签个名啊 身份证头四个字 好吗 我就 另一面 就看着 阿叔 填 真的填个名字 填个数字 他没有对到身份证 没有 没有对到 就走了 是 那我在旺角 我昨天呢 那变成我昨天 到了五六点的时候 我就在旺角 他那个行人专用区那里 都有一个站 我就特意控制好 我看到有人来坐下签名 我就控制好 哎 他有 他 他是不是叫我呢 可能是叫我 有次 又未必是叫我 他有叫我签名的 是 那他就真的 有看到他对方身份证的 是 旺角那个站的情况 这个做老竹 是啊 是啊 还有旺角那站呢 他有个箱的 是 元朗那站呢 是没有的 是 就这样 那张纸有块胶板 就叫你填 是这样 呃 那今天就有一件花生事 就出来了 嗯 就话说这个 民主党 沙田区区议员 麦润培 是 嗯 是 他就在 哈哈哈 他就在Facebook那里 就贴了自己的一个 自己拍的一些照片 那他就说 那他那里就写了 就是 卵填身份证都交得 一人签十个站都得 得了 哈 那他就 就有几张他 在填字的照片 那样 那另外呢 那他另外一张照片呢就是 跟张庸拍照 支持反反占中 我还跟他说 我签了十几个啦 网上还动员了很多人支持你 这些不是猪斗啊 真的猪斗啊 这些不是猪斗啊 猪斗 你自己出了述 你真的告诉别人 这些人 这些人多笨 他跟陈正心没有两样 是 同一层次 对啊 以民主党的水准就差不多了 呃 所以很值得我们耻笑 嗯 又是 又是年轻的那班 是啊 不得你死 真是 唉 唉 那 那当然 立刻就被邦港出声 抽水啦 是吧 簽名站第一个 自认骗子 哈哈 他是 他是 非常高兴得到这个 零的突破 收到民主党的簽名 是不是 他们真的很愿意发现新大陆 喂 当然抽到你尽啦 你有如此猪一般的队友 难得啊 难得有个人走过来送死 哎 我不队他吗 你说队友 不知道是民主党的队友 还是张庸的队友 他 咦 那真是 哈哈 可能刘卿叫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冯伟光 是不是队友 前队友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他这个占宗签名 还有些小动作 嗯 他就说 勤力得书报寺 嗯 有个小鸭子 有个小鸭子 是是是 有个小鸭子 那他就出了一些通告 给一些暴犯 就跟他说 他明天 他今天 应该说今天 7月21日 今天 他就会有一个单章 写着反占中的 嗯 的单章 那他就说 就 他们就帮他 就放在那些 报纸 的袋里面 嗯 他有 因为他另外 还有一张通告 他有写明是 你不可以放在那份 报纸里面 嗯 你只可以放在那份 胶袋里面 就是一份 报纸就有包纸巾 是是是是 那就放在一起 那就跟那张东西 那就会有 特别津贴 100元 嗯 另外他另外 他还有一个 他写就是 每一份三毫 嗯 另外还有 好像说有一些贴纸 不知道贴在当眼的地方 是啊 是啊 又有这样 那这些 这些是一些小动作 嗯 嗯 你利用一些 人 去帮你 你去利用 应该这么说 你利用一些 人去帮你去做 这些东西 其实 但我觉得 就是 不怕收 这些钱 哦 是是是 反正去到最后 周浴 张荣 张荣 都会跟你说 哦 我们收到 收集到的签名有 92万 超过100万 我觉得差不多了 他公布的数字 我想都是 最多都是 81万 82万左右 刚刚过了你 是是 是 我想张荣 会愚蠢到自己 说自己有 865万票 签名 因为他这样 那如果 我想不会的 他收集这些签名的准则是什么呢 他不论年龄 也不民国籍 核实资料这一样 经过一个很大的漏洞 是啊 因为其实 如果你真的有 五六十万的签名 你怎么找到 五六十万里面的重复呢 呃 你真是逐张入电脑 唯有 那我想他要 他签名签一个月 而且 为什么 看法我们不知道 什么 你怎么看法 不是 逐个签名一个 就是 因为你 你看到那张 叫做签名表 其实一张签名表 就等于一个签名 是啊 是啊 那到最后怎么办 都会去你怎么办 是啊 不会是 我不知道 不知道会不会公开怎么办 不会啦 当然不会 就是了 所以 所以 其实我们签不签名 都没什么所谓 是啊 只要最后来一定是 但是 他现在就是做个样子给你看 是 如果你真的要核实 如果你真的要核实 我就算我找一个打字最快的人 我打一个中文名三个字 我当你打十秒 嗯 当你真的有八十万个字 没错 你连接要入身份证号码 嗯 我当你不查过签名了 签名你没得查过了 其实 你可能要核实一张 可能你要十五秒 嗯 你帮我十五乘一百万 十五秒乘一百万 真的要乘 一千八万 一千八万 一秒 一秒 除六十 再除六十 那我们要多少个小时 如果 如果你真的要做 我又麻烦你 张庸 麻烦你做足点 是啊 也挺好笑 可能 随时签一个月 然后 核实要三个月 四个月才搞定 是啊 你这样搞 就是这么久 你搞不定 对啊 一千八万除六十 再除六十 就是等于二十五万分钟 二十万分钟再除六十 就是等于四千一百六十六 个钟头 四千多个钟头 四十四 就是等于一百七十三天 那我一个人队就是一百七十多天 要不你又找百多个人来队 又或者你找四百个人来队 那你就可以几个钟头搞定了 加油啦 一天都八五个了 哎 街站都四百个了 不是很搞笑 有二十多个旗舰街站 是吗 作为旗舰 旗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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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印象之中 旗舰应该只有一间 只有一间 老实说 我真的不懂用常识 去对这班人作出任何的辩驳 我这么说 通常签得这些名字的人 通常都没有常识 不是 我支持的 反暴力 反占宗 普普选 其实他四个东西我都赞成 你以为我好厉害占宗吗 你是智诚的 你以为我好厉害占宗吗 你以为我好厉害占宗 你以为我好厉害占宗 飘白痴的 今天是不是我都应该去签 或者我呼吁听众都去签 应该说有常识的人应该去签 OK 我刚才不想说 去签的人通常都没有常识 不是 对 因为如果你有常识 你应该要考虑他背后的动机 真是惨 有常识的又对 没有常识的又可以签 不是的 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签的人是没有常识的 我也相信是 因为我看新闻访问的街坊 问他为何签名 他说是反暴力的 那你知不知道占宗是什么 不知道 因为他们从新闻到这个签名或宣传物品上 占宗和暴力是勾在一起 反暴力就一定是反占宗 反占宗就一定是反暴力 你要我用常识辩驳给你们 谁说占宗一定是暴力的 老实说 我的常识告诉我 你要占宗 如果你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占宗 你不要跟我说没有暴力 你不要骗小孩 如果你真真正正 我说的是真真正正的 真真正正的 你心想要占领一次中环 你中间一定是涉及暴力的 因为如果不是 你这些不叫说占宗 你的極其量子叫做静坐 你極其量子叫做非法集会 那就不暴力了 如果你真的要占宗 非法集会也可能是暴力的 集会 你不让人 反暴力和反占宗 你都对的 你去指责占宗一定是暴力 我认同 而你说去反暴力和反占宗 我更加没理由反对 但是 现在你要搜集到这么多的签名 你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结果你也是 要打压我们要争取 真正的公平自由的人 是不是 他去做这些 题目 其实 可以 呼吁更加多人去参加 是 很简单 我觉得 这里真的有很多人去签名 为什麽容易 为什麽三鬼方案 五鬼方案七鬼帕门 那些 相对比较少人说 或者少人去参加 因为你要用脑去理解 你一定要理解才明白 不是一说就明白 不是理解 你昨天发生的事 可能是理解一年多两年前发生的事 这才是大事 那 那 我就会这样看 你用这个方法 其实你这些叫做是什么 只是制造民意 动产党手法 你这些其实不是真正的民意 因为你本身的题目已经定得很有问题 你是定一个不会错的题目 对 对 你一定是对的 对 就算我走人去 有人走来骂你 说真的 骂得你什麽 除了骂你瘋子之外 没什么骂得你 我怎麽搏你 你见到那些什麽占中三子 都没有怎麽出声 你最蝕脱的 喂 我们都还可以说粗口 指着张勇 说粗口 小话 你戴又廷 我可以跟你说些什麽 我就跟你谈 你这些签名的认受性又很低 接着他就跟你说你的认受性就很高了 对 一样而已 你不能谈 你用这样的方法去制造一个民意 是 你可以制造到很大多数 我就算让你制造到 就像霍启刚二世祖所说 香港也有650万 没出来游行 我就当你有650万张票 是的 收我皮 但是你这些是叫什麽呢 你这些叫人多欺人少 你这些不是叫少数服从多数 我们一直说的那些就是 是 在立法会 譬如在立法会里面 大家是要遵程那些 少数服从多数 但是老实说 如果你数珠在这个社会里面 你反对的人 反政府的人 我相信一定是占少数的 嗯 我相信一定是占少数的 就算你觉得制度不公平 硬有问题也好 你说真的要站出来 一人举手 投一次票 我要反对这个政府 我要这个政府倒立 一定是占少数 我从来不奢望过 反政府的人是占大多数的 我想他这样做 不是要制造一个多数的民意 他只是想打散你那80万票而已 对啊 你那80万票毫无公顺力 但是他走出来 他用的方法就是 他说 我有一百万 我多过你80万 少数服从多数 我想他连少数服从多数都不说 他会跟你说 我有820万 你只有80万 你说什么 大家都是这样 所以其实他将这个 和黑社会一样 这个 比如当不用对身份证 或者是 你那个 至于令到认受性有这么低 他又可以说 你那个电子公团 都是一个没有认受性而已 也是差不多 正如 陈正心可以 10个投票 一个人投10次 跟你什么物用赔 投10次一样 是 如果陈正心要签 可以签100个 是啊 就是一样而已 他可以电子公团 他都是投10个 陈正心说自己可以投10个 物用赔都可以投10个 你看到两个 你看到两个 一拍在一起 大家都一样而已 但我就是想解释给一些 港珠知道 他们这种行为 到头来 这些是叫什么 你不是叫做少数服 你不是得出一个真正的民意 去令我信服 这些叫做人多欺人少 你跟我说 我街上有200人 我跟你说 我街口都有500人一样而已 这些说话 没有意思的 这些说话 就算大家没有认识性 不如五区公投吧 也很难做 如果五区公投少过70万 那怎么办 那你又回答 如果真的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章容也没有 你就不出来帮拖宣传 这件事 大家认识性都这么低 我们找一个有真正的认识性 五区公投 不是 他们不会理你的 那时候也想着正邪决战 但也没用 他也不会理你 那时候有司徒华这个老责 那你现在就有刘慧卿这个老责 喂 不是啊 我觉得不是民主派不理你 而是建制派不理你 是 即是你很难去再 你很难去选 但是 我有一个朋友 他有心水清的 其实他说的东西 但他跟我们一样 他就说 他们张庸 现在这个 其实他叫周庸 我都不奇 其实他们这个反占宗的 这个签名运动 他们所得出来的结果 是一定高 是不是 一定多 而且一定是对的 是的 他的意思就是 如果我们现在 再去做一个民调 那 你反对占宗的人 簽了名的人 你们究竟知不支持公民提名 你知不知公民提名 因为你不暴力的 那件事 那你把那件事 你再去 其实你大学庭的唯一一个说法 就是 对啊 主要有公民提名 占宗是不会发生的 嗯 所以所有的暴力 你们所忧虑的暴力 占宗是不会发生的 只要有公民提名 但是现在 另外一个困境就是 李大耀廷他不可以这么说的嘛 他说只要你符合三个方案 又或者国际标准 又是说这些虚无到扑街的东西 嗯 其实我觉得很... 其实没有的 就算 我先看清楚 我先看清楚 戴耀萍跟你说 只要有公民提名 只要一天有这个提名委员会 就算你有公民提名也没用的 他不让你入集 不让你入集的啦 那这个就... 但是我又觉得 这个就变了另一种压力 对他们来说 如果你... 现在你额头 那OK 公民提名 10% 但是10%公民提名 就可以拿来我提名委员会确认 如果到时你提名委员会不确认的时候 这个就是另一种争拗 不是 你是确认的嘛 但是他没有跟你说 是一定确认的嘛 我不是说 这个就是另一回事了 变了 那其实有提名委员会 总之有提名委员会 这些东西在这里 你的公民提名 其实都是... 都未必能入集的 是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一个问题嘛 这个... 这个... 其实我们... 我们... 除了公民提名之外 我们不可以有提名委员会嘛 嗯... 我只要求你符合国际标准 但是你有提名委员会嘛 你符合了国际标准 有提名委员会 都可以符合国际标准嘛 他跟你说 你可以有提名委员会 但是你的提名委员会 他的提名委员会的原则是什么 爱国爱港嘛 是的 符合共产国际标准 这个就不是一个标准了 已经... 你量度不了就不是一个标准了 其实... 对了... 他们现在跟你说的 已经是虚到这个地步嘛 所以... 所以就是有提名委员会的所有的方案 就算你有公民提名 都是不应该的 其实... 如果我们继续这样说下去 我们等同于逼刘维卿 好像蔣麗芸那样 你又不是立法会议员 麻烦你收声 那最好是这样 是啊... 最好是这样 真的... 我这两天... 我依然会在新闻里见到刘维卿的样子 他真的... 我... 我... 很相信一件事是上游心生的 他现在的样子真的衰到无论 三百眼的那只眼 我统称这些为... 同归于晋眼 又同归于晋眼 是啊... 是同归于晋眼 那只眼珠 就是向上的 只剩下半粒那只 我希望他和共产党同归于晋 当然不会 和香港同归于晋 当然不会 他和那些骂... 说出骂他的人同归于晋 你越骂我嘛 你越骂我行 我可以 我和你瘋给你看 他是那种... 那种样子 是衰到... 还有他那天的记者会... 他头淫梳... 庄淫化... 我真的没想到... 你搞什么啊 是... 这些是... 瘋了个迹象 是啊 我真的觉得他是瘋了的 是... 瘋了线的样子 是... 好恐怖 那... 其实... 怎样都好 你说这个占宗 他说为期一个月了吧 是啊 为期一个月 不就由你搞 那... 昨日和前日两日 加上就有38万人 签了名 是38了 那... 两日三宿 饭还都很多了 是... 多点啦 希望多点啦 希望周庸就... 不是周庸 张庸 张庸 就如实... 报道他有多少票 有多少签名啦 最好一亿啦 最好一亿啦 最好超过一亿啦 超过一亿就最好了 那... 其实我希望他那些街站呢 不要只在香港搞 嗯 我怀疑... 这个礼拜之后你又见不到啦 他随便做个小事给你 看到OK 然后到最后跟你说 有85万票 可能... 接下来就... 来来去都一两个咯 是啊 都一两个咯 85万个签名 我们收集到 不是的 我觉得他是... 他会告诉你 我们从另一种途径 在收集中签名 其实... 有很多组织帮 我们不一定要靠街站的嘛 很多组织 千多个组织 就好像我老爸那些 像唱歌那些组织那样 他们自己搞都可以啊 对吧 明明团只有20均 可以弄200票出来的嘛 我忘记看哪里有篇文章 有说... 一个... 不知... 民建联的某某组织 就搞了一个... 可以学校还是什么 是免费的... 不知道哪里 回大陆的... 几天豪华团 是啊 吃好的 住好的 那就零团费 总之你报名不团费 零团费这下不一定 零团费不用钱 我们应该报名 到最后呢... 爆团了 到最后呢... 就是... 会派一张表格给你 就是... 有关于反占中的签名 就是每人拿2000个holder 搞定他 2000个holder 是啊 如果签不到呢 是不是要给团费呢 我相信... 我相信... 尽力而为啦 是啊 难道欠了一百多十 我和你计算吗 尽力而为啦 《苹果日报》也有迷 政协都要抹票的嘛 都要抹票的嘛 那不怪... 陈小春... 出来宣传啊他 对的 有... 有库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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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怪他啦 鑫食姐 都是鑫食姐 鑫食姐 鑫不够2000個贏 一会兒你修了我的车牌 我就会长死了 是啊 鑫食姐 我刚刚想呢 啊... 那么多人反占中呢 那我就全部都还签名了 嗯 那其实他们应该 如果真的这么多人支持他们呢 那么其实他们很应该 真的支持 立法会普选的咯 喂你一定够赢的咯 如果他愿意将这个力量转化去那里 其實等於我跟你說,民建聯如果支持真武選的話,他廢除功能組別,他明天就做得了 即是我說他反暴力,你用這個議題去選舉 但是他講到尾,他又會跟你說,但我們也要跟隨基本法45條嘛 特首候選人真的必須愛國愛港嘛 如果你真的這樣去選,你真的贏了 如果你真的拿到100萬個簽名,你當你全部都是選民的話 你真的佔了全部選民的三分一 但是你用這個方法,我們是不會服的嘛 你打算又要服反暴力這個簽名嗎? 不是,接下來我看你怎樣去解讀 如果你拿著這個數字,你夠膽用這個數字去否定公民提名 又或者否定... 他不是否定公民提名 他用這個反暴力去否定電子公投那85萬人 80多萬人嗎? 我也不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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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這個方法 是啊 他也不需要你服 他最重要要弄爛了 是啊,他為了弄爛你而已 所以沒有辦法 就是我覺得 唯一一個方法是什麼呢? 趁他公佈結果之前佔領中環 反正他要搞這麼久,上過月 我覺得是唯一可以破罩門的方法 已經是 要不然他講了出來 喂,820萬人反對佔領中環 你怎麼搞啊? 你都不好意思啦 是啊 除非他真的不想搞 然後你又出來說 你這個簽名沒有公信力 然後他又跟你說 你的電子公投也沒有什麼公信力 然後繼續討厭的時候 你張榮都只會跟你說 這樣啊? 那你夠膽你就佔一次了 820萬人反對 比這個佔中三子 一個不佔中的下台街 不錯啊 那他們就一無所有了 他們真的在落地獄 反正搞到現在這一步 他做了什麼呢? 五索勝現在做了一些疑問 所有的就是唯一 正義是不需要疑的 他是澳洲人來的 回老家 所以唯一一個方法真的是 趁他公佈結果之前佔領中環 又不是真的沒有人搞 但是 因為我開始懷疑 其實他們究竟 你們想過怎樣佔命中環嗎? 你現在是我啊? 他們啊 他們? 蛤? 不是 他們那些 他們沒有詳細討論過佔命中環的方法 例如地點啊 地點啊 怎樣去行動啊 他們那些 在哪裏等有沒有約 他們那些說 如何去行動啊 哈哈哈哈 他們那些什麼 警察幫你的時候 你怎樣去處理啊 抬你的時候 你應該怎樣去處理 那些他就教了了 最重要的事情就沒有說 對啦 怎樣組織啊 在哪裏佔啊 又不知道 因為其實他們一這樣說 誰說就誰犯法的了 嗯 我記得大耀廷上次也有這樣說過 如果你學聯真的要佔命中環 你不要說實地點 嗯 你或者你不要去具體的去怎樣說 去怎樣做 因為你一說你就犯法的了 嗯 那我覺得如果你有得 一萬幾千人在附近 大家都知道怎樣做的 但是你也要有個人去號令 這個其實 我是覺得 這個就是你一早 不趁這件事 萌芽的時候 一早說定 你就糟糕了 其實我也相信 戴耀廷當初是說說的 我越來越相信是 對呀 我也覺得是 因為現在你講到這麼實的時候 我現在我一出來說 怎樣做的時候 就糟糕了 我只是 還是我想約你們明天下午三點鐘 在中環等 可能我這樣寫一寫 警察就上來抓我了 你怎麼搞呀 其實你真的沒得搞 對呀 因為我想你沒有可能申請 不反對通知書 對吧 那如果是 那你一吹雞 就抓你了 那不要緊 他們都有被捕的心理準備 但是我還沒去 就被人拘捕了 有點搞笑 那你出來也是為了被人拘捕的 也對呀 他就是做Vsat裡面的小女孩 可能他就是那個小女孩 那個小女孩被人開了一槍 然後之後就 噢 然後那些Vsat就衝了出來 是 可能拘了鄭玉石之後 然後那些人 要開一槍才對 糟糕 這樣就叫他反抗 反正都這麼老了 我們沒有一個Vsat 明白嗎 買吧 只有小女孩沒有Vsat 沒有一個新手很好的Vsat 只有小女孩 不是的 那些Vsat也沒有的 那些老爺 對呀 只有幾個 戴耀廷還有誰 朱耀明 朱耀明 但是鄭玉石已經死了 哈哈哈哈 好了 這集就這麼多了 繼續看看 接下來他會怎樣發展 一說到佔中就 一說到佔中 他就不出聲了 我想說 不是 我想說說 你還有什麼 說 其實我們也接不到 接什麼 我們就繼續看 留意一下他接下來的發展 會是怎樣 我又主導不了 好 那倒是 我又沒有話事權 對不對 人未賢興 對的 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